敏感冲动但又不能直接发火 导致自我压抑 社交活动频繁 但自己好像又不是很想参加 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个自我反省 并多去参加一些义工活动 可以多关爱和疗愈那些社会边缘群体 月亮进入金牛座与火星形成对方向 情绪容易激动 在享受舒适的生活的时候 可能会被危机意识所干扰 内在需求与外在的事业追求不一致 也会为自我带来一些压力和挫败感 水星慢慢地靠近了冥王星 之前所遭遇的危机 有可能再次重新遇到 需要用新的角度去思考和处理 这种方式可以使用 这种方式可以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